天色一片灰暗 周末一大早 台北地区街头飘起绵绵细雨 封面逐渐离开 但是残雨水汽还是影响台湾 气象局预测 20号各地仍然有短暂震雨 午后各地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 21号天气好转 等到22号又有另一波封面报道 在封面逐渐渐渐渐往南压的过程当中 整个西半部地区可以看到降雨是非常的明显 甚至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跟局部大雨的出现 气象局提醒 下一波封面属于梅雨季第四波移动性封面 22号晚间影响最剧烈 主要在西半部 尤其是中部以北 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 甚至达到大雨等级 另外要注意的是 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生成 最快20号晚间将增强为 今年第2号台风马娃 今天晚上就可能会有机会形成 我们第2号的轻度台风 那在路径位置来看 目前是大概朝西北方向移动 然后到25号大概还是在这个位置 距离也还是非常遥远 虽然这波梅雨剧烈 但是对水情帮助有限 气象局长正名点脸书po文 降在海面上的雨比较多 北部外海累积雨量最显著 由于烟葱云雨带 滞留不算短的时间 累积雨量很可观 根据水利署统计 水库入流量大约1795万吨 不如4月春雨4000多万吨 日月潭水库430万吨最多 其次是苗栗鲤潭390万吨 南部只入流50万吨 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认为 在讲汉项解除还太早 水晴灯号能否先降级 必须看这波水晴 和未来降雨展望决定 记者余盛贤王一仲 台北报导